哎呀 你我就我刚说完全是练的姑娘 心眼小你看看 这这赶上两个地区的人干起来了是吗 没错 没事跟跟咱吉林的没啥关系是不是 那肯定的你看 是不是黑人家跟辽宁的干起来了 吉林的不还有要五十万的吗 哎呀 你非得挑起三个地区的战争是不是 我就要两个地区同时谴责他 那就是那个你觉得吉林的 有一些姑娘就直接要五十万 你觉得这个怎么看呢 这个现在我听我的长辈说有一个什么 给那个银行可以直接刷一个五十万支票 咱俩慢慢还呗 行不行 就你这么唠嗑 再加上那个兜说的 你给他过多少赔多少 你看什么稀疏 我感觉你就是跟我们十六年 别混熟了嘛 你是不是这么唠嗑你 还有就是 他整个支票打欠条呢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等你什么时候还什么过呗 而且两个人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 他还一直在我妈家 不万一会抱不愿意看呗 怎么这说的没有用呢 那个呢 到吉林这都落到孩子的问题了 现在孩子都不让你看了 人家小伙子说啥 小伙子就说这几个地方的彩礼啊 你跟我说说你了解到的 辽宁的彩礼都什么情况 我了解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吧 就是准媳妇 然后跟伯伯住一宿 然后意思就是长长久久 能给9999 听谁说的这是 简直就是误导你啊 这个可能就不一定是辽宁 哪个地区的这个习俗了 就是我们可以问问 府市那边有没有 没有哪有 听谁说的 大连那边有没有 大连福新都没有 反正我是不知道 沈阳那边呢 沈阳就是感情到位了 可以不要 你看看有 那小伙子很关键了 你这关于东北三省彩礼的行情 这些信息都是从哪来的 道天图书 这个家里也说过 这个家里也说过 然后百度给看过 你的观点是什么小伙子 我的观点就是不给 就特别直接 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我会考虑我这话应该怎么 我觉得够呛了 这么熟啊自己 那如果非得要呢 非得要那我就挣出来 自己挣多少能给多少 对不对 对 好 我觉得彩礼这方面吧 就是量力而行 你们要是双方谈完了之后 你们觉得这个可以 你也是能承受得了 你们就给 你们因为要是既能接受 如果是接受不了 就双方大家都觉得 这个彩礼没有意义 就两小两口过日子 过好了就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不要去争执 我要问一下 11号 郑彦君 我想问一下小伙子 就短片里边说 只要能减肥 你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呀 标准 不超过150斤就行 这个标准挺宽松啊 你也就是说 王哥这个身材也可以 对 彦君对小伙子的印象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就是唱歌挺好听 我觉得挺喜欢的 那为什么之前不举手 也没有交流啊 就是感觉姐妹面都帮我问完了 其实我发现这聪明的姑娘都坐响齐成啊 好 好 厉俊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那个红旗街万达那儿做那个 泡子机 就是免费办理泡子机的 你是在万达吗 我不是 我在南三环与灵河街教会 套着12街 没关系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到处走 哪都去 灵河街也经常去 好 来 掌声有请11号 张远君 好 小火上场的时候 选择了一下一中人 要不要请出一中人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因为我找出更好的 小火一说不用了 你知道这鸭蛋这脸 整个都红了 你看现在还是飞红的状态 你跟我们说说 你现在想啥呢 就是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 你高兴傻呀 还没请一中人呀 那象征着什么呢 就是有可能选我呀 你喜欢小火什么呀 就是感觉看着他 就是挺实在的 而且就是唱歌特别好听 就是个儿没那么高 个儿没那么高 你说的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算是优点吧 哎呀我跟你说 幸福的优点 在说话的时候 这拧啊 就这个拧啊 就是一种炫耀 你知道吗 是的 唱歌好 唱歌特别好听 唱歌好 就这个拧啊 这拧耀 你可刚才听了 这小伙儿啊 他可不给彩礼 无所谓的呀 我觉得人好就行 他是拧着跟你说无所谓呀 还没请一中人呀 哦 哦 掌声祝福你们 祝你们幸福 好 哦 Hide